选择ESG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这个片子看得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发现 包含像这个影片里面谈到 如果海平面上升7公尺 对于世界各地海岸的影响城市跟港口会非常大 更不要说我们未来的生活 可能都会受到ESG或者是高碳排的影响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可以不要穿西装 或者是少吃肉或者少用宝特瓶 洗澡洗只洗三分钟 类似像这样 就是尽量减少这个碳排 其实对我们来说像交通工具的选择 或者是多走路 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可以做 或许各位觉得说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麻烦 其实每一个人只要多做一点点 从你的选票开始 去支持那些政党式 支持低碳排或者是ESG 或者是选择那些有在做绿色的企业 我相信这是你跟我 其实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有些事情 ESG这个昨天太小 明天太老 今天去做刚刚好 所以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 我相信环境都会变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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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